天花板掉下来的黏土步步 把我的录制现场都搞砸了 别担心别担心 假的假的 是我通过提示词描述视觉特效 生成出来的AI影片 告诉大家一个AI新玩法 今天这期视频 我会用到人伪的最新模型 Gen3 Alpha 教大家怎么样免费制作 非常有趣的人工智能特效影片 一定要看到最后 你就能做出创意无限可能的 赌一五二的作品 来到Renway网站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新模型 Gen3 Alpha 它是可以更快更可控的 进行文本和图片生成影片 并且在视觉特效上 表现得非常不错 点击这里的Get Study按钮 来到一个很简洁的生成面板 在这里教大家做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特效影片 点击左上角下拉框 Gen3 Alpha Turbo 快速生成模型 第二个Gen3 Alpha 需要升级为付费会员 大家可以先免费试用Turbo 看看效果满意再考虑 在这里我需要Upload导入一张图片 比如每期影片的结尾 我都会很想要大家的订阅和点赞 那我就用这段影片的最后一帧图片 来做一个搞笑的特效 让大家开心一下 说不定你们就订阅我的频道了 来到ezygift.com网站 在这里它可以提取影片里面的每一帧图片 点击Video to Gift 然后点击Video to JPG图片 选择文件把我们的影片导入进来 然后再往下点击这个Upload Video上传影片 OK 影片导入进来之后 往下拉 点击这里的Convert to JPG 把影片的每一帧转换成图片 下面就是输出的一些图片了 直接往下拉到最后 找到它的最后一帧图片 然后右击图片另存为 把图片保存下来 回到Renway网站 把刚刚保存好的图片上传过来 可以看到图片的下面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First 就是用这张图片来作为影片的第一帧 Last就是用这张图片来作为影片的结束最后一帧 那我这里就选择First 用这张图片作为起始帧 做一个我在讲话的时候 天花板掉下来了五颜六色的黏土步步的一个视觉效果 OK来到下面提示词输入框这里 教大家填写描述词的一个好方法 把它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描述图片的场景 一个女生坐在桌子旁边 第二部分就是描述我想要生成的影片特效 也可以叫做视觉效果 比如我让五颜六色的瀑布从天花板上落下来 盖住了我整个人 最后加上这个特效会导致的结果 黏土瀑布浸泡了女生的整个脸和身体 OK提示词写好了 再来到左下角Setting这里点击一下 可以打开Fist Seed选项随机种子 再来到右边是生成影片的时长 可以选择5秒和10秒 我们先生成5秒的影片来看一下效果 点击蓝色Generate按钮等待影片生成 OK不到30秒的时间影片就生成好了 播放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很不错哦 大家看到我眨眼睛了吗 瀑布淋下来的时候 我的身体有往左边移动 OK来到右边三个点 单击把影片下载下来 接下来我就可以在剪辑软件 把它跟我之前的影片衔接起来 再来到剪辑软件这里 把我的原始影片 还有我做的一个视觉效果的影片 都导入进来 因为我用的是原始影片的最后一帧 来做的视觉效果 所以它们中间的衔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来到上面音频这里 因为我的特效应该配一个瀑布一样的声音 在搜索栏这里输入瀑布 OK播放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记得点赞订阅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你想要看到内容了 其实玩法有非常多 比如在提示词加上 The lady throws up her hands 举起双手 连吐扑扑动态流过了我的双手 哦不对 这手不是我的 是AI生成的 而且还贴心打扮涂了蓝色的指甲油 我的表情也从原来的微笑变为了无语 当然了 谁遇到这种情况会笑得出来 是不是很厉害 如果你们有新的玩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回到Renway 其实任何一张图片 它都可以生成视觉效果的影片 每一张图片都会有它的故事在里面 比如我们可以打开文本生成图片的一些应用 这里呢是Seat网站 我用最新的这个Fluzz模型的文身图提速版 来生成一些图片 清空一下提示词的输入框 我想生成杂乱的阁楼里面堆满了珍宝 还有箱子和铺满灰尘的书 从小窗户里设计来了一束光 照亮了整个场景 OK选择一个比例 16比9 点击随机种子 然后单击下面的创作按钮 等待图片生成 在Seat Art使用Fluzz文身图的提速版现在是完全免费的 我之前有一期影片专门讲了再线免费使用Fluzz三个版本的方法 大家可以去看看 OK打开这张图片来看一下 看上去就非常有故事感 我们再来给他做一个视觉效果的影片 点击图片上的下载按钮 把图片下载下来 回到Runway网站 点击这里的删除按钮 把上一张图片删除掉 导入我们刚刚生成好的阁楼图片 OK同样的选择First 让阁楼的这张图片作为影片的第一帧 来到提示词书框这里清空一下 再来说说填提示词的格式 现在大家的痛点其实不是没有合适的AI工具来用 而是不会有效的描述你的想法 其实提示词写好了 生成出来的就可以是大神出品 首先描述图片视觉场景Visual冒号 然后回到CR这里复制一下图片的生成文本提示 粘贴到Runway Visual视觉效果这里 OK视觉效果的意思就是描述一下这张图片 接下来可以控行 需要描述我们的相机运动 Camera Motion 比如镜头在杂乱的物体之间慢慢的移动 最终呢停在一本古老的书前面 书突然自动打开了 OK这次生成一个10秒的视觉效果影片来看一下 点击Geneway等待影片生成 OK点击播放看一下 镜头拉近桌子边出来了一本古老的书籍 慢慢打开了书本 如果不是窗户外面照进来阳光 我肯定会被这个魔法吓到 还不过瘾的话 可以在提示词加上打开书本之后 出现了一个太空入口 太空里面有旋转的星系 OK同样生成10秒视频 OK点击一下播放看一下效果 我把这个视频取名字叫做魔法太空 太好玩了 其实也可以用在电影创意上 比如恐怖片段 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做出怪物 从窗户外面爬进来的效果 上传一张约黑风高的图片 提示词这里清空一下 先描述图片 这是一个静态的窗户镜头 一只长着红眼睛的怪物 在窗户外面走过 镜头保持不动 OK点击Generable等待影片生成 OK播放看一下效果 镜头拉近 出现了一只巨型怪物 马上就要破窗而入了 我想做一个这样的效果 我在窗户旁边录视频 背景就是这只怪物慢慢走过来 那首先需要把我的视频抠向去掉原本的背景 影片抠向我们同样在软尾就可以完成 回到软尾的主页 往下拉找到Remote Background 背景移除这个功能 单击一下 来到最左边点击Upload按钮 把我的影片导入进来 把它拖到下面 时间轴这里 把光标移动到我们要选中的区域 把我整个人都选中 OK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还要在时间轴的不同地方都检查一下 有没有把我们整个人都选上了 特别是我们的手这里举起来的地方也要选中 OK现在就选上了 我发现这里多出来了 我要把它取消选项的话 就点击右边的Exclude按钮 然后再点击一下 OK来到右上角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Green Screen 绿幕的意思 我们点击Export输出按钮之后呢 它的输出结果就是 没有选中的区域变成了绿幕 然后我们就可以插入怪物出现的背景了 OK点击这里的Export Mask按钮 导出影片 打开简印 把扣好图的影片 还有怪物的影片 都拉到时间轴这里 调整好影片的位置 裁剪到合适的时长 点击一下绿幕影片这里来到右边 选择抠像 打开色度抠图的选项 点一下这里的取色器 在绿幕这里单击一下 然后把强度调高 直到看不到绿幕为止 OK我们还可以把人往右边拉一点 让镜头可以看到怪物 怪物影片的尺寸也要调整一下 OK播放效果给大家看一下 记得点赞订阅 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看到内容了 OK每个月我们会有免费的125个积分 5秒的影片需要25个积分 10秒的影片需要50积分 相当于每个月我们可以免费制作5个5秒的视觉特效影片 但是免费计划只能进行图片生成影片 如果你想要直接进行文本生成影片 那就需要升级到每月12美元的会员计划了 会有更多功能可以使用 未来我也会介绍更多人工智能的新思路和新玩法 给到大家 记得点赞订阅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 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很快再见 拜拜